根据美国商务发布的最新数据 2022年第一季度 美国GDP增速环比为负数1.4% 显著低于市场的增速预期 与此同时呢 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 2022年3月 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8.6% 涨幅创1981年12月以来最高纪录 国际社预计美联储今年可能还会加息6到7次左右 这是美联储超常规货币政策 向常态化的回归 也是前期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 美联储加息其实加的是联邦的基金利率 该利率是美国银行和银行之间互相借贷时的利率 如果自己利率升高 银行在给企业或者个人放贷时的利率也会水涨船高 这就明显的减少了货币的供给量 降低了通胀 从而给经济降温 如果降息呢 银行放贷的利率就会降低 借钱成本更低 将刺激企业和个人的贷款 一般来讲 整体经济得到刺激会变得更加的活跃 美联储通过调节这一利率来达到一个目的 保持美国最大限度的就业和物价稳定 在经济疲软时 降息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的资金 来刺激经济 在经济强劲时呢 加息减少货币供给 降低成本 防止经济过热 美联储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操作的 美国在2008年进入危机中受到重创 美联储为了增加货币供给提振经济 当时一度降息自0%到0.25% 这一超低利率维持了7年 如果按照上述的原理 在疫情持续的这几年里 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美联储其实是应该降息或者继续保持低息 但是美联储为何继续加息呢 根本原因是通胀率太高了 美国正在经历4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水平 CBI同比涨幅已经创下了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物价一直在飙涨 通胀率已经高到了8.6% 与此同时 面临中期选举压力的拜登政府 不得不大举出台控制通胀率的措施 其中重要的一项 就是通过美联储加息来对抗物价上升 因为通胀的两大驱动因素 使人们对房产和汽车等大众上面的需求 但是呢 无赖这次通胀的持续时间 已经远远超过了美联储最初的预期 所以呢 有经济学家认为 美联储这是试图用新的错误来纠正旧的错误 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 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换句话说 就是美联储的持续加息 会引发经济急剧放缓的风险 这就是最大的联储涨息后的后遗症 我是敌产世界的陈思迪 点赞关注不迷路 敌产世界来带路 我们下期再会